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芬芬小煮意又和大家见面 今天想和大家煮一味 XO酱西芹炒虾仁 预备材料 首先要将西芹去面的脂肪 切断 然后就预备了虾仁 虾仁就要先去腸 这里就放了少许胡椒粉和酒 加了少许蛋白 加了少许蛋白去腌 另外这个就是红萝卜 红萝卜片主要是用来装饰 让它有点颜色 另外就是两片姜片 和两粒蒜头切了一片 就是这么简单的材料就可以开始了 首先要处理虾仁 纷纷说了 就放少许胡椒粉和酒和蛋白 去拌好虾仁 在锅略为爆一爆之前 就要做多一个步骤 就是加少许生粉拌一拌 大约半茶匙 加少许生粉 记得下锅之前才放 蛋白的 只是蛋白 不用放蛋黄 好 这边就已经开始慢慢烧热 热我们的锅先了 锅要热 油就不要太热 我们的虾仁了 我们的虾仁了 把蝦仁炒爆至煮熟,待會要回鑊 否則太老就不會爽口 大家看到它轉了色就差不多了 底部的蛋白就不要要 炒起了蝦仁,留待回鑊用 這邊的鑊要燒熱就可以開始炒西芹 西芹也不需要炒得太軟 因為西芹爽口才好吃 西芹也不用怕,因為西芹生吃做沙律也可以 油滾,先放兩片薑片 炒一下 兩粒蒜片 先放在橫樓下 切成一片 這個時候在鑊邊炒一盞酒 叫蛋黏 蓋上鹹 ketchup 鹽也 bird 就變得很明顯 不要加多之後,因為還要可以材材 放在一邊,加一個茶匙的XO醬 現在這樣爆一爆它 這樣爆一爆,在一邊,這樣倒回去 加一半湯匙的蠔油 加一半茶匙的糖 其實已經炒好了,可以用蝦仁 現在就可以炒至蝦仁熟 因為蝦是容易熟的,所以不用擔心 其實已經可以起鍋了 抹乾淨我們的碟 最後上碟前,加少許麻油 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夾了上碟後,把它整理一下 放好 這道XO醬西芹炒蝦仁已經完成了 很快就可以吃了 蕦仁小煮意今天這個菜 蕦仁不客氣了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